在当时中国大陆希望面对整个未来的经济情况 尤其是中国的产能过世时 他们发起了亚投行 亚投行美国全面杯葛 最后杯葛失败 关键性的就是英国临门一脚决定加入 英国一加入之后 德国 法国纷纷加入 人们说势不可挡 英国还是主导了整个欧洲对这件事情的思考 美国没有办法让整个西方国家 在这件事情里头铁板一块抵制中国 回到所谓的前冷战的类似的状况 美国一直希望回到所谓的类似冷战状况 但是欧洲显然是拒绝的 因为这样的冷战状况有利于美国 对欧洲并没有它的好处 因为这一次整体对待中国的高规格接待 国家主席高规格接待 当然在他的整个国家内部引起了讨论 这些讨论里头 有些人去思考当年的鸦片战争 这种人非常少 多数的人都是抨击中国的人权记录 特别是他的经贸上头的优势 跟所谓廉价的钢铁倾销 我们刚所看到习近平在画廊里头 西米斯的画廊里头的那一场很特别的演讲 底下聆听的除了首相卡麦隆之外 坐在他旁边的是英国刚刚当选工党的当主席 科宾 科宾是英国称之为可怕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后他迎来了一位真正马克思国家背景出身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现场他很有礼貌的坐在卡麦隆的旁边 然后必要的时候鼓掌 作为英国左派 而且是最反对自由贸易的代表 他基本上对习近平访问整个英国 最主要的谈话的内容 就是英国基本上应该要抵制整个中国 对于英国的钢铁倾销 他把最近在英国因为有一家钢铁厂 这个钢铁厂是塔塔集团所投资的 在当地裁员了将近一千两百个人 他认为说这一切都是中国的错 但英国的执政党直接的上电视上头辩论 他说事实上全世界的钢铁业现在都很不好 包括中国 其次整个受到产品价格的影响 强势英镑的影响 英国的钢铁才会出现了整个裁员的状况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英国外相反驳媒体里头所谓的磕头的批评 他说这怎么叫磕头 他说一个国家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基础 就是经济安全 双方的合作的投资项目 拉开来看其实蛮惊人的 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挑明的人民币 离岸中心之外 还有核电厂之外 从医疗贸易公司 油气合作协议 邮轮建造合同 劳斯莱斯 Jagua Land Rover 还有平安保险 豪华跑车 像Austin Martin 以及乐高游乐园 还有包括玩具公司 透风都列在这次的投资项目 可以说经济摆在非常非常高的 这一次的双方战略里面 这成了习近平出访的惯例 大国外交从元首诗人情谊做起 访问伦敦的尾声 他获邀前往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 岂可是来了一场中英版的庄园对话 尽管是散步聊天 但发题不轻松 从治国理政双边关系到国际情势 英国卫报说 卡麦隆还提了香港问题 指特首补选不应由北京先筛选 报道没有提及 习近平如何回应 但媒体捕捉到他 皱眉摇头的镜头 大陆外交部则在稍晚指出 香港已经回归 希望英国 竟然盛行 而卡麦隆未尽对阻之谊 是煞被鼓勤 换完庄园 两人撇下夫人 带着习大大炮走法 卡麦隆一进门就直奔霸台 显然是这家店的老主妇 他帮习近平点了店里招牌 印度卖酒 加上英国传统美食 炸鱼薯条 两人话瞎一开 卡麦隆还撩起自己的糗事 说上回与家人到这聚餐 喝到茫然 离开时竟把小女人落在店 闲聊之际 店里其他顾客上前致意 还有人索取合照 习近平是来者不拒 一派亲民作风 大陆媒体解读 这一晚轻松的行程 改变了英国人 对大陆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 但英国部分舆论能不满意 认为这次太多商业利益 掩盖了英国也该关心的其他议题 事实上 在习近平访问期间 印度最大的跨国企业塔塔集团 宣布关闭数个在英国的钢铁厂 裁员1200人 原因是受到来自大陆过剩 又受官方补贴的廉价钢铁请销的冲击 而这让高规格接待习近平的卡麦隆 相当尴尬 卡麦隆为自己辩护 大陆也帮着解决英国政府的难题 这次签订400亿英方的合约中 就包括大陆投资60亿 买下英国新克力角核电站 和33.5%的股权 卡麦隆保证 这项工程需要的钢铁 会全部来自英国本土生产 而大陆除了拥有核电站的经营权 英国规划中的另两座核电 将引进大陆自主研发的 华龙一号核反应录 这让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 使用大陆核电技术的国家 无意让大陆核电出口 做足了国际宣传 我们这次合约签了以后 代表中国的核电 将以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可确保大陆企业 即使在最偏远地区 也能有即时通讯及宽屏网路 而大陆交通信息中心 立马签下数亿美元的合约 英国对一带一路 是研究最彻底的国家 也不只是想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更希望大陆这国家战略 可以延伸到英国 习近平反应第二站 来到英格兰北部大城曼特斯特 这里是当前英国经济复兴的希望 接待习近平的英国才向奥斯本 去年主导提出 北方经济引擎计划 就渴望大陆方面投资 英格兰北部的老工业城市 9月底奥斯本访问大陆时 就强力推销北方经济引擎 你好 他搭上金户高铁 也从北京前往上海的路上 就宣布一条连接 英格兰北部城市群的高铁 将开放给大陆企业竞标投资 在北京的北部城市群的高铁 有几个小型城市群的高铁 非常近几乎 在北部城市群的高铁 所谓的高铁 是促进行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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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希望北方经济引擎和一带一路能够对接 从这次习近平的行程安排看是用尽心事 而有习大大家持肯定就有市场 规居英国15大产业之一的英超足球就懂得这个道理 也是铁杆球迷的习近平也乐得配合 因为他喊出中国的足球梦 誓言让基罗不振的大陆国足队踢进世界杯 而这还得靠英超的协助 从来年20,000的学校会有足球 我认为中国国家是正确的方式 我认为华盛业、FA 和球员 我们都在帮助 虽然习近平这次没在小市煮下功夫 但与曼城球星玩自拍 逗趣的画面传上微博 赢得点阅率同时 曼城在大陆的球衣也可多卖好几件 中方愿从英方进一步探讨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桥梁 就连要上飞机 习近平的大礼包还在跑 看着眼红的美国媒体 一面倒的炮轰 柳威时报批评英国政府 只谈钱不谈政治 为经济利益妥协的价值观 而英国当然也评估过这利弊 但重商主义的传统 如奥斯本对金融时报所说的 在对华关系上必须冒点险 即使饱受批评 英国人知道 必须紧紧地抱住这财神言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未来中国可能把外汇储备中的10% 由现在太多的美元 其中提拨一部分 在3.5兆美元的外汇存产当中 将近10%配置为英镑 也成为中英关系未来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